不被對手干擾 快速過完滑進決賽 今年的短道競速滑冰亞洲杯 台灣隊拚佔兩天 再度滑出五面金牌 一路走來相當艱辛 訓練過程太辛苦 一度想放棄 靠意志力苦苦支撐 今年在雅加達舉行的滑冰亞錦賽 台灣隊總獎排數來到五金十三銀四銅 超越上屆泰國亞錦賽 五金十銀四銅的成績 其中青年男子組張晏祺 在三百三十三公尺 和五百公尺報回雙料金牌 滑冰精靈黃千華也在一千公尺奪金 成年則是由男子組林俊傑 和女子組中小營 在五百公尺各拿下一面金牌 成年女子組好像沒有在項目上拿過金牌這樣子 對 所以我是蠻激動的 東奧一直是我就是接觸滑冰 就是一直夢想 當然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當然還是朝我的夢想邁進 如果身體可以的話 中小營不只為台灣隊 奪回一面金牌 又斬獲雙料銀牌 接下來的目標很明確 力拼明年二月的亞東運奪牌 和取得二零二六年冬季奧運 參賽資格 新訓練的一批選手 就是ISU第一組 就是大概在五年級 到國中的這一批 就是確實比賽成績 就是很理想很棒 本屆亞錦賽取得好成績 教練也坦言 不只成人組青年選手 也表現優異 可以期待未來台灣隊 在國際賽事中的亮眼成績 三星劉旺培花台報導